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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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處理非常多像類似這樣的沈靜的環境 這樣的沈靜的影音環境的時候需要大量的電腦運算 電腦運算過去我們可能是在現地表演的地方有這樣的運算能力 但隨著運算量一直增加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藉由雲端很大的算力來完成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想要成立這個5G的雲端運算美學平台 一個大前提就是讓表演者、藝術家他們的創作 可以在雲端裡面完成運算 同時解決兩件事情 就是藝術家在家裡其實就可以達到這個創作 可是這個算力是由雲端所來支持的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可以看到更大更多的沈靜環境 都可以有得到快速的影音內容的串流 也不需要因為沒有這個設備 然後無法播放這樣的影音內容 我們在開發過程中曾經開過一個玩笑 就是會不會有一個藝術家 他其實演出的時候是在某一條河流上面滑獨木走 我們可以想像在更遙遠的未來 不只是藝術家他可以自己的裝置解放 甚至可能連觀眾他們的手機都可以直接串流到更高品質的內容 或者是擴增使盡其他的應用 那些原本是大家手機無法負擔的 可是因為5G的雲端的串流 再加上雲端的資源互相結合 這些事情都變成有可能 最近作品叫The CityScare Based Message 有很多關於Point Count的運算 那這個Point Count的運算 因為裡面包含40萬點 等於說有40萬個數據同時間在運算 那這個我們當台電腦 台中跟台北連在一起的時候 是很難做到這種事情 但5G就可以解決這些溝通上面 或是運算上面的限制 之前一直有很多想法都會被電腦的效能去限制 所以現在我們就沒有這個限制 變得越來越小 就是之後我們可以做一個大型的表演 所以我們就用到一個5G的技術 我就在台北 然後另外一位表演界藝術家明星姐 他會在台中 就是他可以控制我 這裡在C Lab的線程效果 我也可以在台北控制他在台中 鮮強的效果 這個樣子 因為越來越多 藝術家可能沒有辦法 靠家用的主機 就有辦法去算這麼高畫質的影像 或是製作高畫質的內容 那透過這樣的平台 其實就可以很有幫助的幫藝術家 解緩這部分的一個負擔這樣 在我的作品裡面我也嘗試使用手機 就是民眾他可以隨時調整很多的參數 去控制我影像產生出的Pattern 那他也可以更進一步去驗證說 我們所有人的通訊跟我們的雲端主機 是如何被combine在一起 這之間的通訊是怎麼樣可以很快即時的去反應 他現在就是你只要送出了這個你的參數 他會立即的反應在這個畫面上面 然後再經由你的參數再進行往下延伸這樣 所以我覺得整個最大的突破點應該對於我來說應該是在於 跟觀眾手機中的這些不同的互動其實是有了更多的想像 然後在即時性上面也因為雲端平台的建置 可以更快速更有很多的可能性這樣子 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一個創作平台 所以我們稱它為New Canvas 那這個New Canvas其實是沒有界限的 所以這一次的演出才會叫做Borderless Canvas 就是一個像無銀般的一個創作環境 我這一次MAN 不敬重點 所以我們是已經完成了